感受客家文化 现在在各地有很多的客家文化园区 其中六堆也成为了新兴的旅游景点 在六堆客家文化园区 人潮非常的多 很多人对于它的建筑是最感兴趣的 因为您看看 它以自然建材为主 强调永续环保 也强调客家人爱物习物的精神 今天是一节的感动时刻 我们带您来认识它的建筑师谢英俊 有人说像直伞 也有人说像斗笠 六堆文化园区 这六座建筑物象征大树遮天 不用吹冷气 民众也能觉得凉爽 屋顶还设有太阳能板 减少对自然的破坏 不是说我们在这边很热 没有办法生存 连植物都不太能够生存 所以我们打产的意思是 暂时我们是不是可以让 让这块土地能够 不要受到那么强的日照 设计出经典建物的建筑师 是客家人谢英俊 他强调建筑与自然共生 而节能减碳的太阳伞 是用镀星的建材 不用再涂防晒漆 可以简单防袖 耐后性非常强的一个 一个防袖的处理方式 所以都用比较自然的方式去解决 而这一面植栽墙 用的是耐后钢 锈得很有味道 剥落到最后更坚硬 不用维修 省钱又环保 而植栽墙盖出来的建物 是一栋绿建筑 因为有植栽 不用冷气 建物就能呼吸 一方面可以降温 一方面可以遮阳 这也比较有热带的 那种丛林的感觉 强调客家爱物习物的精神 所以他要帮大家盖的是 便宜又永续的房子 像是展馆的外墙也有玄机 用这种类似夯土的建材 让大家不要忘了简单的客家味 灌起来以后它墙很厚 就是以前的头角厨一样 东南夏凉 谢英俊是台中风源的客家人 协助921大镇 四川地震 还有八八水灾的重建工作 因地制宜 用最简单的材料 建造安全的家 他贴近生活 希望建物跟自然零距离 老祖宗的智慧就是这样 必须跟大自然和谐相处 可以用土的尽量用土 然后用竹子的尽量竹子 自然取材的方式是 一方面是取材容易 另外一方面就是 也不要花特别的钱 另外一方面是很自然 除了六堆文化园区之外 像是县立文化中心 美农客家文物馆 也都注入对客家的感动 民众只要看见 谢英俊的建筑 也看见客家文化 伸直墙上的绿翼 带后钢板的斑驳 建筑意象里的简幅 呼应客家爱物惜福 谢英俊的客家情 在六堆绽放 闪耀感动时刻